哈喽大家好 今天来分享中式的面点 成酥烧饼 之前我有分享过后烧饼 就是发面烧饼 然后它是用煎的方式 那今天我用的是烤箱版本 然后做出来就是非常的松软 而且里面是一层一层的 可以试试看 我们先来做面团 我今天用的是中筋面粉 不需要烫面 但是是发面的面团 所以我们需要加到酵母粉 再来是盐 还有糖 如果你是夏天制作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开冷气 这样比较不会发胀的太快 那一样我们的面粉吸水度 会有落差 所以你可以在我的配方的 比例范围内先保留少许的水 一边搅拌一边判断 要不要把剩下的水再补上去就可以 详细的配方比例在下方资讯栏 把它点开来看一下 那一样我们就是搅拌到 已经没有什么水分的时候 就可以用手去把它揉捏成团 像你现在看到这种不规则 但是已经没有干粉的状态的团状 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猪油加下去 如果吃素的你可以改成一般的植物油 这个配方的面团本身是比较黏的 所以记得不要调整到太干的一个面团状态 口感没有这么好 那你可以参考一下影片的形状 那一样我们把这个猪油揉进去 就是完全吸收到面团里面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可以把它移动到案板上面 你用摔打或是用揉搓的方式都可以 主要就是确认它是均匀的 没有不规则的块状在面团里 差不多就是揉搓个两分钟左右 就可以把面团集中起来 接下来把这个面团放回盆里面 盖上盖子或是布 那我们让它松弛30分钟 大约30分钟后 我们大概再摔打几下 或是你可以用叠揉的方式 可以参考我影片的手法 这样应该很快它就变光滑 只要呈现光滑的面团状 像你现在看到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小时的松弛发酵 我的室温大约是25度左右 冷气房的这种很凉爽的一个温度 不要放在特别闷热的地方 那我们在发酵的时间 可以先来做这个油酥 我用中筋面粉 五香粉 还有一点孜然粉 跟白胡椒粉 这些香料粉 你家里有什么 你方便放都可以 它是增加风味的 那当然还有盐 然后我们加上很热的热油 记得这个油要烧到冒烟的状态 再淋到这个粉堆里 然后把它搅拌到一个很顺滑的状态 就你影片看到的 那我们要让它降温之后才能来使用 所以记得你在松石发酵面团的时候 就要先做好油酥 我们一个小时之后 它会发胀将近是一倍左右的大小 不用到两倍大 它不需要像面包的那种标准 那稍微很明显的有发胀一倍左右的大小就可以 那我们一样把它取出来之后 光面朝底部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我擀面的手法 它本来是一个圆形的 我们要把它擀成一个正方形左右的大小 厚度大约就是0.5公分的厚度 所以记得我们的这个面团 一定要擀的厚薄度尽量均匀一点 特别是四个边 不要说哪边特别的厚 那我们把这个降温之后的油酥 放进去 我是全部的分量全部都放进去 然后用手慢慢的把它拨开抹开 你开始觉得不好推的时候 你就可以手沾比较厚的油酥的部分 然后用拍打的方式 这个方式可以有效的 让你的这个面团都很均匀的有油酥 你用刮板或是刮刀 很容易把你的面团刮破 那我们弄均匀之后就开始卷起来 你记得一定要卷紧 而且这个面团经过一个小时的松弛 它的延展性其实不错 所以你在卷的时候有点提拉的一个效果 它都不会破掉 因为你没有把它卷紧 里面有太多的空气的话 你做出来的一个效果就不会好 而且卷紧的话可以让你这个吃起来的口感 不是只有软 它会有一点点弹性 你可以看到我把尾巴收口的地方再往后拉一点 它的延展性真的是非常好的 然后我快收口的地方 我换一个方向给你们看 我会尾巴的部分把它压薄 然后再一样提拉卷紧 我们面团卷好之后不用急着分切 我们让它先松弛之后再来分切 它比较不会回缩 馅料也比较不容易挤出来 所以在松弛十到十五分钟之间 用个保鲜膜把它封好 比较不会干掉 松弛好之后 我们可以先用个记号六等份的位置 那等一下我们不用刀切也不用刮板切 我们用手的拇指去把它拧断 这样可以顺便有个封口的效果 以往如果我们用刮板去把它切割 你会发现切完之后 它会开始回缩 然后馅料就跑出来了 你可以看我用拇指 两个在记号的地方 分别一个往下一个往上 这样用力捏掉它就封口了 而且这个馅料都不会跑出来 你可以试试看这个方式 加上这个面团因为非常软 所以其实还蛮好操作 如果你怕会有点粘手 你手可以抹一点点猪油 或是食用油再去捏 接着我们取好一个面剂子 收口朝上把它杆卷成15公分的一个长度 宽度尽量把它整理成比较均等的一个宽度 然后折起来三等份 像你看到这样子 第一次的杆卷好了之后 包上保鲜膜 松弛15分钟 15分钟之后 我们来做最后一次的杆卷 一样收口朝上 我们要把它擀到大于12公分左右的长度 记得你在擀卷的时候 一样尽量把它整理成比较整齐的长方形 然后收口在中间的位置 这样它发酵起来比较不会翻堵 底部抹上一点猪油或是奶油也可以 放到烤盘上 我们再看一次 收口朝上稍微按扁一点之后 开始擀 把它擀到一个大约12公分左右长度的一个长方形 尽量有四个角最好 宽度尽量是一致均匀的 然后我们把它第一折 大概将近要三分之二的位置 然后剩下的再把它折过去之后 它的收口就会在中间 看起来比较好看 那这样子抹上猪油之后 我们再把它放到烤盘上面 让它有点兼具 那一样我们在发酵之前 先抹上猪油在表面 如果你想要加芝麻的话 就是上面不用抹猪油 你可以喷点蜂蜜水 或是单独的水也可以 蜂蜜水的话就是1比1的比例 你可以用刷的或是用喷的都可以 因为上面有点湿湿黏黏的 你再直接按压这个芝麻 它就会整个服贴在上面了 可以用手再稍微给它按一下 有些人会习惯刷蛋液 不过我是觉得刷蛋液 有时候会有那个味道 所以我是直接喷一点蜂蜜水 或是普通清水就可以 如果你没有概念它发酵的一个大小变化 你可以在发酵之前先量一下尺寸 原则上长度跟宽度大约只要膨胀 一公分左右的体积变化 而且高度很明显你可以看到 它有一点点膨胀的感觉 这样我们就可以进烤箱 所以烤箱提前抓好时间预热 我们今天的温度是210度 我实际烘烤大约15到17分钟左右 这个是一个参考时间 不建议很久的时间去把它烤出炉 这样子它就会太干 所以你控制在15到17分钟左右 可以上色到这种状态 就是一个非常适合你的温度 出炉之后稍微降温一下 我们拨开给你看一下 影片里你可以看得到它是非常软Q 一层一层的 没吃完的把它密封冷冻 要吃的时候室温解冻之后 放到烤箱 喷点水在烤箱里 大约180-190度 烤个5到7分钟 就很好吃了 操作有其他的问题 可以在下方留言给我 我们下次见